沒有事實上剛剛那個案例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男生喜歡被挑戰 那當被挑戰的時候 他最好的機會就是來 因為男生不管他的能力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只要他有機會 他一定把握得住 所以說你跟他說你搶不搶 剛好中了他要的東西 那不管他表現的是15分鐘 還是3小時他都會嘗試的 因此我們常常在MSN 或是在網路上常看到男生 會談有關或是談非常多 跟你無時無刻談到有關 性方面的語言暗示之類的 實際上他腦子裡面都是 在尋找最大的機會 對 老師 那題外的話 如果 可是所以說 敢被挑戰的男生 應該還滿強的喔 問題是你敢被挑戰的男生 這沒辦法了 你敢被挑戰的男生 沒有 你如果不好的話 你不許會跳過這個話 問題是我們誤解女生 他們真的要被你挑戰的時候 不是那種氛圍 不是那種別 對 不是這樣的語言 我是讓你講出這個啦 不是嗎 我其實要看一下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 會傳簡訊嘛對不對 APP啊 等等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當女人這麼說的時候 男人 你不要想歪了喔 傳簡訊告訴你說 我喝醉了 你在哪裡 聽到這句話會 馬上回簡訊的請舉圈 我們看 看女人 對 而且是 用的要裝那一顆 對啊 你還瞭解過 好 實在是你要看什麼 不是 幾乎都會回 但是你是 我會 我一開始我會回 因為我已經被騙過好幾次 她真的是喝醉了 她被人喝醉 然後去到那邊 她也不知道你去了 她只是喝醉 然後就傳 需要有人送她回家 全部人可能 她可能傳了手機 通訊物傳來一輪之後 你會發現有多了好多 五 六個 六 七個男生 都一起去了 然後其實她真的 也不是為了要幹嘛 只是喝醉來傳給大家而已 我自己有過這樣 就是你知道 單身時期 寂寞芳心 然後在夜店玩一玩 你知道就開始哭嘛 這樣 但不是要跟她上床 比如說史丹麗 經驗的時候 你就 史丹麗 你在哪裡 就 你好像是想獲得一點關心 對 就是 你就想丟個石頭 就是看會不會有人 給你一點反應 我是這樣子 白鹿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我自己沒有 但是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自己得了兩個結論 如果是一個很會喝酒的人 很會喝酒的人 他酒量很好 他傳這個就是有意思 如果真的不生酒力的就 對 真的不生酒力 但是很愛玩 他有時候只是真的 很興奮的跟妳說 我喝醉了 妳在哪裡 要不要一起來玩 對 可能是那樣 對 我 我不會這樣咧 什麼 男人請注意 女人的心暗示 其實是這樣的 我有點累 想回家了 妳講這句話 有任何暗示嗎 完全不會 因為我真的是很值得人 我想回家 就是想回家 如果我想暗示什麼 我會直接說 妳不覺得我今天很香嗎 或是 會好嗎 男生也送妳回家 如果妳是對這個男友的意思 妳還會多做什麼事 Ruby 我會這樣咧 沒有... 那暗示 妳是這個意思嗎 是暗示還是說普通人 我是這個意思 妳就是暗示的意思 因為我只會傳給 我喜歡跟他也喜歡我的人 而且就像妳講的一樣 我也非常認定 就是我覺得喝酒 不是說妳真的好像很厲害 很會喝 但是我覺得 妳一定是在某種狀態之下 然後妳才會知道說 妳可以找到這個人的電話 那就表示妳還是有意識 妳在找這個人 對... 所以我也是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 我就是找我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就是討關心 那如果他這個時候 如果來接我 然後載我回家 我就會撲到他身上 我之前 我們也是一個夜店玩 然後離開之後 我們決定去一個地方吃宵夜 那離為一個女生朋友家很近 我們正式找他來當村母的 沒有 就是一起吃啦 我們還是會出 就打給他 我說我們在妳家附近 出來吃宵夜 來就算了 半夜喔 已經三 四點了 就是化好妝 然後穿短裙還網襪 我說我幫妳吃宵夜 妳幹嘛 我們要去夜店了 他說 沒有 妳找我 我穿就很快啊 我說好 那就先吃吧 那所以他那樣穿 大家會覺得 其實那個女的對嗎 對 好笑的來了 那我們吃完之後 我就說好吧 妳都來了 那妳家附近 我送妳回家好了 那個時候在西門町 然後走走走 因為那時候我在玩模型 我就看到遠遠有一家店 雖然關了 可是它是個模型店 有很多圖片 我說我們去那邊看看好不好 他就笑得很勉腆說 好 他後面是旅館 可是問題是 妳應該回到我說 我不要那個啊 妳問我如果說 我不去那麼糟的旅館 是妳本來打算 我帶妳去旅館 是不是 那叫妳很尷尬 怎麼收藏 我說他家說 妳看 這個最好了 那妳上去吧 我回家了 拜拜 她回家一定咬得完 我哭泣 對 可是之後她碰到 就有點尷尬了嘛 當然啊 因為大家都已經講了 那句話了對不對 所以女生也會誤會啊 會 所以其實我們看一下 男人會怎麼想呢 當女人說 我喝醉了 妳在哪裡 男人說 拜託我沒喝到肚 我還要把妳接回家 這是史丹利的想法 我不會 這一起很像 你而且接回家 是說回妳家是不是 史丹利 那還是先吐 先吐一下好 不然在我家吐比較麻煩 對 還是先在外面吐一吐好 像我們在普遍調查裡面 女生如果喝到大概 幾分醉這樣 還沒完全醉的話 她還會傳簡訊的話 她會有很強的性欲 這個是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會造成這個的 喝酒 但是她如果真的醉的時候 她根本沒有那個性欲 因為我們的腦神經 已經被麻痺掉了這樣 那男人也是差不多喝到幾分的時候 也是會有強命的性欲 像男生大概 看酒量嘛 在歐洲大概兩 三杯 兩 三杯的紅酒很亮這樣子 那女生大概一杯左右 可是男生不是就是喝完酒之後 就起不來嗎 不是 這個是 不是 喝到酒了 我們後悔的 又在後悔 如果說傳這個簡訊的話 我喝醉了妳在哪裡 那男生事實上都會反問的 去了解他的那個氛圍 到底是什麼 妳真的是要我去載妳嗎 還是說妳真的 什麼之類的 所以男生也應該進一步試探 應該都會 都會互相去試探 到底那個意思是什麼 史丹妮你會怎麼試探 如果你接到這個簡訊呢 直接過去試探 沒有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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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先問她說 那是要我帶妳回去嗎 還是怎樣 我會直接這樣問 一般是要先幫妳接手嗎 不然 對 趕在那邊會喝更醉啊 或者什麼 那如果說女生如果真的有意思的話 她那個回應就很重要 那一般來講男生常常會聽不懂 那個回應 比如說怎麼樣就是要進一步 她回應什麼 對啊 妳來載我啊 就是了 可能就是了 對 還傳錯 對啊 來上我 那男生會... 沒有... 你們還上... 還沒有... 那我把她傳送到 是... 男生會把她理解說 對啊 來載我回家 就把她送回家 她等一下就把人給殺了 所以其實女生的下一步的回應 又更重要了 因此男生在聽女生講話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氛圍滿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情形呢 當女人說 我有點累 想回家了 這句話你們覺得有被暗示到嗎 男生請舉手插牌 就是暗示你 嗯哼 史丹妮你又誤會了 不是 真的嗎 真的嗎 你也太容易誤會了 我好難所是個單純的男孩 你覺得有這個意思 沒有 就 你回家幹嘛要跟我講啊 對啊 因為我們在約會 不是我要走了 你說我要走了 不是說我回家了 對啊 那我們問一下阿德老師 為什麼你覺得沒有 因為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要想要給人暗示 你目的是希望能暗示到成功嘛 那我覺得這種話 其實都會覺得說 因為大部分男生會覺得說 你可能就是真的想回家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那譬如說前面那一個問題 我反而會覺得就是說 哇 那個我很怕回 因為喝酒了 還要問這種話都很滷 對 我是摩羯座嘛 摩羯座就比較 怕沒有把握的事 對 真的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反正如果是我的 就是沒有把握到最後也是我的啊 而且如果啊 就會說女生說 我有點累我們回家 如果我真的有意思 要請這個男生回來的話 我應該會接下來說 那不如那個我家還有DVD 你要不要過來一起看 其實還是不會有效啦 我覺得完全不會就在這邊就停了 對 因為GINO其實也有這樣過對不對 送一個曖昧的對象回家 其實那就是我的 又是上司 前女友啦 其實話也在一起 我跟那女生曖昧其實很久 因為我也看不出來她到底喜不喜歡我 那我也不敢千舉妄動 一照有一次我去接她下班 她上司的時候 她那天就非常的 就是感覺很疲態 然後她跟我說 今天好累喔 我說那不然我們帶你去吃東西 帶你去通話夜市 她說好啊 她說 我真的好累 我想休息一下 她說那我睡一下喔 我想在我車上睡一下 好啊 她就睡一下這樣 那我就邊看她邊想 我說如果我錯過這個機會 我會以後被人家罵笨蛋 然後我就 我就停在紅線這樣 就停在路邊 然後我就看著她一眼 我連她手都沒牽過 我就先摸下她手 沒有反應 而且她是有點微笑的這樣 很好啊 太好了 然後我就想 我就抓著手 我就親她臉頰一下 太好了 也是這樣 也沒有反應這樣 好像有微笑這樣 感覺我心裡就覺得說 哇 這個暗示太明顯了 我就過去 然後我就慢慢... 我就聽著她的嘴 聽...那沒有掙扎嘛 那我就停在那邊 再來 我就聽她打呼聲耶 好慘喔 後來人在一起 她都不知道我聽過她 然後我就... Oh my God 其實開往東話夜市 真的就只是睡醒耶 應該睡著了嘛 可是請問一下夏宇東 你講這句話 有任何暗示嗎 完全不會 就真的是很值得人 我想要回家 就是想要回家 如果我想暗示什麼 我會直接說 你不覺得我今天很香嗎 或是... 我不是暗示的人 如果這樣講好了 女生是有意思的 然後男生也送妳回家 如果妳是對這個男有意思 妳還會多做什麼事 Ruby 她在門口了 然後男生就說 那妳要進去了嗎 那Ruby妳是有意思的 妳會接下來做什麼 妳要去推她 對 妳還能 我就會... 我就會直接說 妳要不要進來 我們時間還早嘛 而且不然我就會說 我家裡面還有什麼 明明就很晚 三點了 還早 不然我就會直接 就是講說 我家裡還有什麼什麼酒 沒有喝 我想要找人家跟我一起喝 而且我會... 進一步的邀請 真的 如果我自己主動找一個 我喜歡的男生喝酒 就表示很明顯的暗示了 喝酒就是 妳看喝酒 對啊 妳看 妳有找過史丹妮喝酒嗎 沒有耶 OK 朋友 只有朋友 OK 因為我一開始 跟我老公也是這樣子 就也是說 他送我回家 他說那妳要不要上來一下 他說要... 為什麼 不是 我的理由很瞎 可是他上來看到是事實 他就認了 就我說 因為我們家很多烤肉的東西 都沒有人烤 因為那時候 我本來要約 整個團隊的人去烤肉 結果那天後來 零食大家要加班還幹嘛 所以那所有東西堆在我廚房 他就想說 烤肉 然後就一上來看到 我就 好... 我說那要不要 就煎幾個肉片來吃 但是我想他也知道那個意思 後來就說 那要不要看一下電影 他說好 然後還很矜持 沙發那麼長 兩人各做一端 真的 很好意思 看到三點 九點上來看到三點 看到都沒有人敢接近 就這樣 好 那我要回去 妳要回去了 好...OK 然後回去就想說 就這樣結束了你知道嗎 怎麼辦 就卻沒想到他打電話來 那時候我住在東風街 仁愛鹿圓環那邊 然後他是在 往那個南港國宅的方向 中小東路這樣去 他就說 突然就打電話回來 我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 中小東路在修路 中小東路在修路 像剛剛這個 像剛剛這個很多男生會 會那個 表錯情或是誤會 常常這樣子 就是他們會去猜對方 到底是不是這個心態 還是不是 因此他會錯過很多機會 像我有一個哲學系的同學 他是澳洲來的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金髮 玉玉眼睛 另外一個 從中國大陸去的男生 那這個澳洲來的女生 就約他 在他的生日的派對的時候 到他家去 那他約了好幾個人 我也其實是一個 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整個慶生完了 我們都回家了 他就把那個 中國大陸的男生留下來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今天好累喔 可不可以幫我按摩 他就幫他 他就把背 全部脫下來 脫光光的 就趴在那個沙發上 那個中國大陸的男生 居然真的幫他按摩 這樣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對 後來的時候 女生就生氣說 按正面 對 天啊 暗示得那麼明顯 為什麼就是聽不懂 我臉面想回家是有意思的 跟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會說 如果他就說等我睡火 我就說 你接收到的就是OK 男女之間 如果沒有真正的 有一個開始主動說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明顯的語言或是肢體的話 真的會猜個半天 是 我們看一下 如果女人講這句話 男人會說 會講是 應該是有機會吧 等等回家前 要先去那個 便利商店買保險套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下一個 當女人說 這一定是 等我睡了 你再走 男生覺得一定是嗎 圈叉 阿德老師你憂鬱是為什麼